由Ethelic Media Service所举办的第二场新冠疫情防控知识网络论坛今日正式举行 本次防疫知识讲座主要向民众讲解了有关疫情期间各项政府补助的详细资料 以及近期加州疫情的最新发展态势资讯 当天的讲座还有请到了六位讲师为民众讲解新冠病毒的特征 以及针对民众自我怀疑被感染时应该采取的正确措施 家宾还提到虽然目前各方面的模型显示 新冠病毒在如今严格的社交隔离策略下依然有1.4左右的传染率 但近期美国与欧洲所实行的措施已经被证实 对防止新冠病毒更大面积的传播有着显著效应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研究 目前也已经有公司进入第一期实验阶段 而使用康复者的血清治疗患者的方式也在测试之中 与此同时EMS也提醒少数族裔民众能够积极参与2020人口普查 以便得到更多的社会资源分配额度 在当天的讲座结束后 EMS还将参与会议的民众发送了多语言的防疫知识手册 这些手册用浅浅易懂的语言为民众对此次的病毒和疫情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凤红卫视林汉秦洛杉矶报道 休息一下后来再告诉您更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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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